台南市在今天下午的一场大雨 导致了中西区的保安路上一棵露树 在傍晚突然倒塌 压到了路旁的一辆修旅车 那当下车内有两名的女子被吓到 赶紧逃命 车内两名来台游玩的年轻女子 也急忙至车内安全下车脱离 未受受伤 两名女子是相约出游 那没想到驾驶的休旅车在保安路的路旁 却遇到了路数倒下 刚好压到了车顶 幸好只是车辆受损 两个人都没有受伤 警方获报之后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 协助疏导车流 另外也已经联系了市府的环保局 到场协助排除倒塌的路数 提醒民众雨天行车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 确保安全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